桃園超商店员被刺死 总统蔡英文脸书在昨天晚间终于发文谈治安 网友狂酸睡六年终于醒了吗 对于总统呼吁要加强取缔犯罪 网友狂轰这句话简直比废话还废话 更有人发现从10月底开始 蔡总统脸书上关心的大部分都是反公投 桃園超商店员活活被刺死 总统蔡英文被灌爆脸书后 终于发文说要加强取缔犯罪 保护夜间工作者 关心精神疾病患者 但上千名网友再度炸锅狂轰 你睡了六年终于醒了 还是拜登的狗又死了吗 比废话还废话 脸书治国又出一张嘴 人民桌子都派烂了 蔡英文总统现在就变成是一个网路总统 中篇都是冰冷冷的文字 如同公告一般 在一档炮轰 蔡总统连演都演得不漂亮 就有人统计出从10月27号 由店员肋骨被打顿到现在 蔡总统脸书po文共53篇 高达20篇 都在宣传反公投 总统的空话被骂爆 桃园市长郑文菜更高喊 超商夜间应该换成 两个人职业班遭到狂轰 台湾有1万2000多家便利超商 大业上班多出来的 1万2000多名人力 请问是桃园市政府出钱去找吗 笨蛋市长 重点是在自安及巡逻警力 不足的问题好吗 郑文菜是被四大公投冲坏了脑袋吗 想出这种头痛一脚 脚痛一头的烂点子 从总统到大观 面对自安败坏 就怕标面演完温情戏 心中想的还是反公投 记者吴军伟 李逸玄 SG小组台北报道